芝麻 開門 阿沒開 開開開開開 哪裡有開 有啦 第二道門咩 啊 那麼小一個鳳螞螞蟻鑽進去老鼠差不多 等他一下 鐵卷門 走 Go 好啦 開門囉阿伯 好 我有一個好消息跟一個壞消息要跟大家說 大家想要先聽哪一個 不管反正我要先講壞消息 壞消息是我昨天發現的 就是工作室這邊竟然叫不到麥當勞 也叫不到坑德基 讚啦 也叫不 你肚子表示好耶 而且不只這兩個連漢堡王跟摩斯漢堡全部都沒有 我一直叫得到好像是畢生客吧 而且連畢生客我都要叫他關門 我說這裡沒有生意 好 然後再來就是好消息 好消息就是我們的二樓工作室啊 基本上已經都弄得差不多了 大家上次看到的時候吧 應該就是牆壁還沒有弄好的時候 但是現在這邊啊 來 我們來看一下 你還沒有拍給大家看喔 還沒啊 怎麼那麼帶動 什麼帶動 超忙好不好 先開燈 忘了開燈 阿伯你這裡沒有電喔 有啦 怎麼那麼寒酸 有沒有水 有啦 有沒有瓦斯 來來來來看一下看一下 要脫鞋喔 我一定要脫鞋欸 後腳 哇 阿伯好熱開冷氣 沒問題 我處理 就是這一個 這個東西 這絕對是人類史上最有大的發明之一 冷氣 對對對 現在冷氣也狀高了 你把車子給人家拍 拍一下等一下 然後就丟下來 對 總之現在二樓這邊啊 都弄好了 然後 冷氣嘛 然後保全 跟網路 也都弄好了 我覺得那邊比較好看 那邊這個配色 那個時候真的想破頭欸 我弄這些東西 真的弄到真的精神衰弱 喔 我們去綠島還帶著色卡去 對啊 因為在這中間 我們有花了三天的時間 去綠島度個小小度個家 那個沒辦法 因為是之前就已經安排好的 然後行李箱要放色卡 對 我還放這遊戲的色卡 那晚上還在那邊看 要哪一個顏色 要哪一個顏色 因為我們真的是 第一次弄這個東西 我完全沒有經驗 很多東西真的都 真的很燒腦 除了第一個是花錢 花錢再來就是燒腦 這兩個東西弄了 這兩個禮拜 真的是 精神衰弱 好累喔 地板啦 我覺得地板 就是俗不懂的話 然後又好看又有質感 對啊 然後當初選這個地板也是 哎呦 哇 也是花了很多時間去挑啊 然後去問人家要怎麼做啊 對 反正好像還好耶 沒有啦 因為那個小姐姐 推銷的那個小姐姐比較漂亮 然後就很快的就成交了這樣 對不對 聊得很開心 NGNGNG 對啊 不過真的 看到這個成果 真的滿開心的啦 以後這個就是 我的工作室了 現在 現在 對 我覺得 這邊 可以再裝個軌道燈 軌道燈 裝白色齁 不然你這樣子 額頭看起來亮亮的 喔 你開始哭了嗎 但是我覺得其實它不會 不光亮 因為有窗吧 這個就是一頭一破了吧 不要弄它 這個就只有這個 欸 這個 玻璃還沒有裝 我是先這樣弄 很常常開冷氣在那邊爽 不然冷氣裝了 沒有辦法開 這其實有點冷 那你門打開這樣子開什麼冷氣 我那個門很大欸 serves 我不知道為什麼就很喜歡拉門 所以我這次就沒人用這随門 那時候我們以為拉門比較便宜 結果我那時候師傅就說 拉門比較麻煩 拉門比較麻煩 對 我後來也才知道說應該拉門比較麻煩 我一直以為就是拉門是比較簡單的 對 滿妙的 對啊 總之弄到現在啊 就可以進入到下一個環節了 下一個環節開始 就是我們要買家具了 欸 這個山水畫部分 喔 那個 買家號山水畫 你有沒有覺得不錯嗎 喜歡 沒有放文化的 很有文化素養欸 對不對 我畫得更好看 這個什麼 看不懂字 然後很有文化素養 因為它是反的 什麼秋江 什麼頭髮 對 還有文化素養 我決定這邊可能再放個清明上和圖之類的 感覺應該不錯 總之這個算是一個意外 我當初在選這面穿過的時候 因為問公知故說我這面牆 它後保度太薄了 所以我沒辦法裝那種 比如說氣密窗 或者是那種 現在比較常見的那種窗戶啦 所以他們就只能裝這種木框 然後比較薄的 然後我就想說 比較薄的不是也應該要有鋁門窗嗎 但是他們就說沒有 不知道為什麼現在已經買不高了 我就說 好吧 那木框的就木框的好了 然後結果一來的時候我才發現 欸 木框上面怎麼會有這個東西 然後他們就說沒有啊 現在就只能這種的 我說是喔 這種的感覺看起來是 比氣密窗還要再更屌一點啦 好啦 剛剛都是都開玩笑的 這東西啊我真的 我看到其實也是蠻傻眼的啦 但是沒關係 因為這個玻璃到時候都是可以換掉的 等到時候我那一面大玻璃 請玻璃師傅來裝的時候啊 再把這兩個玻璃把它換掉 換成透明 這樣就好了啦 那目前對這邊擺飾的初步就是 其實沒什麼計畫欸 因為等弄好之後我才發現 欸對 那現在就要怎麼擺啊 我目前的想法是 再來是這裡吧 這裡 那我就是會放我自己的蛋糕座 然後我的電腦什麼的也都會在這邊 然後這邊 蟲缺 對 還沒有想到 然後再來就是這裡吧 這裡我打算放一個沙發 或者是沙發窗什麼之類的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小空間 我想要放 冷凍的冰箱吧 也是放人類史上最偉大的 發明之一的冰箱 對 我要把它放在這裡 對 應該會這樣子 然後這邊的話我已經想好了 這邊的話我應該會保護 生存在我的那些牆 把牆起來 這麼帥啊 這邊超不好的 我那個時候看到這個空間 就覺得 這邊應該蠻適人這樣子 對不對 雖然說我們現在目前不多 大概就三把而已 但是我覺得 白白應該蠻帥的 我還有我的收藏小槍嗎 粉紅色那一把 還是我們可以再多買幾個 對 對 然後再來就是這邊的話 我到時候就是會放 收藏瓶 但是因為我當初冷氣 並不是想要裝這個位置 所以在這邊啊 就是 原本是想要放我那個收藏瓶 但是我現在好像有點 我不知道會不會太矮 所以到時候可能再看一下 但是我現在比較苦惱的 這個就是我的沙發的那個部分 因為我想說我的沙發至少可以先買 我現在就有在想說 我不知道我到底應該是要買一張 雙人的沙發 還是要三人的沙發 還是要一張沙發床 我覺得長度的話 就大概就是三人的會比較剛好一點 因為我其實裡面沒有擺什麼東西 然後我現在有在想的就是 我原本是想要放沙發床 對 因為我想說 然後離鄉一點嘛 就弄一弄 累了 可以上來然後把它拉開 然後用冷氣 就可以在那邊稍微 睡個呼叫 睡到個五六七八點這樣子 但是就是 回歸現實面啦 就會覺得說 這真的是一個離鄉的方案嘛 因為我工作上一半其實 滿身髒細細的 然後我不可能來躺床 因為我在總之我也是處女座好不好 我有自己最後的一點矜持 對總之 大家如果有任何想法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一下 讓我知道一下好不好 對那目前二樓陽台這邊的進度就是 零 為什麼呢 因為我買了很多東西 就都還在路上 對我在這邊真的買了很多淘寶的東西 像是鋪地板的東西啊 跟這邊要用的欄杆啊 什麼的 買是已經買了 那現在是全部都在集運上了 對所以預計下禮拜吧 這些東西就會來了 來了之後我們就可以把它裝上去 裝上去之後二樓這邊 大體上應該也都差不多了 好吧走 我們去樓下看看 不要再弄了 哈哈哈哈 你的小孩子 對啊 總之今天這部影片啊 就是大家做一下我工作室的境況更新這樣子 你看 極致拆個時間這首歌是哪一個動漫的歌 大家一定知道 這個很簡單 這題真的超簡單的好不好 蛤我不知道 你太年輕了 不知道這首歌的人 就一定是太年輕了 今天要來阿姨洗地板 對今天我們就是要來把一樓的這個空間把它清乾淨 因為今天禮拜天嘛 那在禮拜二的時候 我的頂特機就要來了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把一樓的這個空間把它清乾淨 那要弄的東西 這個 這些螺裝啊 就是之前因為這邊是放那種雙速四頂高級嘛 那我平板來啊 我也用到這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其實蠻危險的 有時候去踢倒 我的腳已經被踢受傷一次了 所以今天除了洗地板之外啊 我會先把這些螺裝用不亂打把它切起來 對 那我已經抱著不亂打給拿來了 你是不是踢到這三個其中一隻 然後就很生氣 然後就先把它鋸掉 然後剩下一半 因為還沒踢到 對啊 我就把它踢斷這樣子 可以嗎 OK 大力金剛擠欸 喔對了 那有看到這個嗎 好 這貼起來蠻有質感的耶 對 這邊原本是西行鋼嘛 然後我就用木紋的那個壁紙把它貼起來了 對 那你們去看另外一隻 我覺得另外一邊比較 比較漂亮 這邊有沒有 哇 那個山水畫 齁 清明上合圖 就放這裡啦 哈哈哈 對啊 我覺得貼這個很加分耶 嗯 你們覺得嗎 好看 原本是黑色這樣下來 到這邊 然後我就覺得好像哪裡怪怪的 然後我就上網Google 去看了一下 其他人弄體皮膚的照片 去發現 欸 這樣子好像還蠻不錯的 我就自己 一想天開去買壁紙來貼 結果 那這邊要包嗎 我是覺得可以不用啦 為什麼呢 因為我懶 欸 壁紙不好貼耶 我一直以為貼壁紙這種東西 可能跟我們 摩車或汽車再貼摩是一樣的道理 但是後來我發現我錯了 因為 壁紙跟摩啊 它最大的差別就是 摩它是可以拉的 它是有延展性的 所以它可以這樣子 包起來嘛 但是這個沒有 這個是硬的 這個你完全不給拉 所以就 看起來很DIY啦 有點太近了 我覺得就是再遠一點看會比較完美一點 對 大概就是在 退了10公尺左右 看起來就很棒 太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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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我回來 對大概就是這樣 不知道它捲怎麼樣 好上工啦 等一下啦 我先訂飲料 要不先跟大家介紹一下你的衣服 我衣服 就是你不要穿 你不敢穿 然後就不敢穿出來 什麼我不敢穿 這是我的收藏耶 你不敢穿啊 你都沒穿 我從來沒看過你穿 沒有我覺得很好看啊 不知道它捲怎麼樣 超帥的啦 來來來來看一下嘛 來來來 哇 帥帥帥帥帥 你就不敢穿啊 你就沒穿 還是太小 好那等一下小助手 就是會負責二樓的心結 然後我 就是要來弄一樓的部分啦 那就是 拿著我們的胡蘭達 開切吧 好啦 那我現在已經把這邊這個 全部都給它鋸掉啦 不然有時候說真的 這個也是蠻煩的 而且被踢到啊 真的是巨無霸透的 嘿嘿 對 好啦 那現在就是要開始 洗這整間廠房的地板啦 對 就希望大家可以看到的 這邊啊 就是很多這個沙子啦 對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子 就只有這一區塊 這一區塊很髒而已 那一邊啊 就很還好 那邊就白白的 沒有什麼沙子 二樓還可以嗎 白衣洗地板 哈哈哈哈 好啦 那現在 我們就是要把 這些東西 全部都給它 搬到外面去了 對 我希望你幫忙 欸 等我通常最後一遍 喔好 有洗有差欸 原本這是洗之前的樣子 有沒有 這邊就是一些沙子 然後這裡是洗完的樣子 哇 哦 哇 哇 好癢癒喔 沒有啦 小心喔 這打到會痛喔 很痛喔 妳妳可以試試看 妳手啊 走 我是打錯了 你手去摸摸看快 我不會啦 甜一點 還好嗎 輕一點輕一點 來 這超痛 你看你打在鐵皮上面 我可怕齁 來你拿來試試看 你只要打我就用紙槍把你的玻璃紙打 沒差啦 反正就是大家都沒冷氣所以奇怪 這很厲害 喂 喂 喂 冷靜一點 冷靜一點 幹嘛 啊 好爽喔 突然失控的人 好爽喔 你看看你 You will see 我要再弄 不要弄 很大 可以滑滑 有沒有厲害 看不出是什麼東西啊 它有睫毛呢 然後就把沙子塗清掉了 討厭 我也是啦 媽的 你不能弄啊 你在看雨了 真的 我現在聽到了 看什麼 不用改 趕快拍… 蚊子大捐來襲 這邊大概到晚上五點吧 那些蚊子可能下班回家 跟去玩那邊一樣 就會開始 一直跑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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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身邊好多蚊子 好啦好啦我們趕快拍一拍 我們的地板 終於 洗好了 現在 很乾淨耶 很乾淨耶 真的很乾淨耶 哎呀 你要不要填一口 可實用等級 我原本想說 其實 沒有到很大嘛 然後想說洗一洗應該蠻快的 但是後面就是 有遇到一些排水的問題啊 給一些 給一些蚊子騷擾的問題 對啊好啦 總之我們現在真的已經洗完了 而且不得不說 洗完真的差很多 真的差超多的 地板的顏色跟原本的顏色 真的完全不一樣 之前這邊上面就是會有一層很厚很厚的 也是沙子吧 反正就是 真的就是把它全部都洗出去了 真的太舒服了 那 今天 因為差不多天也黑了 那等一下就先回去休息了 那我們就回家 慢慢的等頂色機的到來吧 GO 走 逃命逃命 快 軍隊來了 好痛喔 欸 各位 那現在是禮拜二啦 也就是 我們要移機的日子了 今天就是會把我 舊工作室的頂高機 移到我們的心場去了 結果這頂高機裝沒多久而已耶 裝不到一年 對吧 對啊 那你當初就直接把它摘去新工作室 就好了 我當時就沒有找到你 講這什麼幹話 不過說真的也是裝了這台頂高機之後才發現 現在的工作室 有點tiny 對吧 對啊 就等他們弄一下吧 好 那你聽到旁邊的聲音 這就是平日來的照的聲音 總之我們現在的頂熱器已經順利的上貨車了 那我們就趕快到了新工作室 安裝它吧 走 而且剛好今天這邊超級熱鬧的 我這一間啊 在搬頂高機嘛 然後 大家有沒有看到那一間 他們在搬的是 烤漆爐耶 超屌的啦 我真的沒看到還不知道說烤漆路是這樣子搬的 而且大家有聽到重點嗎 這一間 就是在對面這一間 大概走路距離25步而已吧 是一間烤漆廠 嘿嘿嘿 看來R34的烤漆有著落啦 吼腰子 這樣子搬的 我真的覺得很怕那個頂高機會翻多次 對 這邊都多重了 那木車應該也是有個 應該也是用盾來算的 算命好危險 一隻小翹 很 SPEAK 換掉了 耶 換掉了 換掉了 ин量了一下 韓喜隔壁 тру老狗 欸 這怎麼 欸 妹妹阿 唉唷,你怎麼這麼高級啊 好可愛喔 哇,弄好了 我幫你測試機器 沒有啦,它電拔掉了 電到時候還要再自己拉 這是一個現代的 你勾不到的地方 大概就要爬上去吧 又要再爬一次嗎 啊怎麼辦怎麼辦 爬啊 真的要爬喔 這個很高位 應該可以吧 運動一下啊 猴子 但是這個太短了,到時候再把它撿上來 開心了吧 開心嗎 請你去洗手 開心 好啦,我們頂開機 總算是順利進來了 而且,就是地板也洗好了嘛 然後東西就基本上可以開始進來了 一些工具啊 然後裝飾 這邊的裝飾就開始鬧了 那你哪裡要放輪胎 輪胎我有點想要在這裡 做一個那種輪胎架 這就是 再想想看吧 因為這邊還有一支這個 就是 設計起來我會覺得有點怪怪的 而且我這邊我會想要放那個 一些 布條啊什麼的 喔 好啦,anyway 總之,就這邊可能還要再想一下 再讓我考慮一下 輪胎架可能需要兩個 滷蛋有十幾條要放 對 對對對 而且還有一個 就是這個工作室 剛剛除了我們有看到 烤雞房要進駐了之外 門口那邊 嘿 應該說就是這一間 這一間 嘿 他們是一間車行 然後很重要一點 他們有拆胎機 超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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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這一間啊 也算是我會租這邊的其中一個理由 因為真的 超無法變 如果拆一個胎要五百塊 那我們就只好打另外一個滷蛋 對 哈哈哈哈 對啊 總之今天的進度就先到這邊吧 那從現在開始啊 就是可以開始像我剛剛說的一樣 就開始把東西啦 那到時候我們就先去我們 舊工作室 把東西稍微整理一下 然後把它清空復原 之後 這邊 進來 應該就算起用了啦 對吧 應該差不多了 因為行程也都弄好了 燈也弄好了 冷氣也弄好了 二樓可能還沒有辦法 那麼快啟用 但是 有 我們現在就去啟用它 好 OK 好啦 那我們二樓休息室 也算啟用啦 那今天影片 就到這邊吧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 我是Pierce 我們下次見 掰 快快快快 開玩笑